其實在此時此刻 你更應該代表你自己出來講 因為那才是以蒼生為例 那才可以展現你的氣度一大度 你應該要真的充分 我跟你講 以前我是號稱災難記者 我跟你講我那天看到地鐵那段畫面 我在車子裡面完全不行 我全崩潰 你知道那個是生命的逝去 蔡英文這個人到現在 沒有任何的悲憫心可言 不管700多條人命 太魯閣49條人命 他有哪一次展現他的悲天敏的 沒有 不肯說道歉 不肯感同身受 這種充分表達在他身上 在他身上你感受不到任何一個 你會覺得說他難受 他悲憫他的同胞 或者他的子民 你看這種那個畫面 我看到的時候真的 我難過在車上 我還得停在路邊 真的不行了 你看最後要求生的那種意志 然後每個人最後 有好多人是救出來的 大家有沒有看到那幾個視頻 是在打著電話 跟家人交代後事 有些人用錄音 有些人用什麼方式 佩萱你行嗎 我不行 我完全不行 我真的開車就 手機就放在那邊播放 那我本來也不介意 就聽著聲音 突然聽到他最後在 就你說的那個 又操著他們的口音 也不是聽得很懂 然後就在好像 我之前我後來看 事不知道在告別 我整個完全就是 就是在停在路邊就一直崩潰 這個叫我們都是人啊 至少會對這樣的事情 表達我真的很不捨 然後呢 我後來就趕快 利用自己的今日頭條 我在今日頭條有註冊 我在今日頭條 就錄了一段的視頻 鼓勵他們 我連講了三次 就鄭州挺住 鄭州挺住 拜託你們一定要挺住 因為我們跑過納利風災 向神颱風 巴巴水災 這種畫面我知道知難受的 而且不是他們 這不是到 對 對 剛剛你看到那個地鐵的畫面 這個事情不是到這裡為止 佩軒 有這個以前跑那些 風災的時候 這種水災 這個叫做beginning 剛開始 生命走那個是人 那個是災難 再來心情你知道 這個都還不算什麼 最慘的是災後那種疾病 你知道那個奪走多少人命 頂多這種災難 是20條15條人命 但是我跟你講 事後的瘧疾 皮膚病 所謂的病毒 還有衛生健康狀況 在這種大太陽一曬下去 一冒起來的 我跟你講那個 如果你身體不好的 情緒再加上情緒的悲傷 我跟你講那鄭州的人 苦日子才真的正要開始 你難道不值得你蔡總統 給他們講一句說加油 我雖然跟你不同調 我也不喜歡你的模樣 但是我感同身受 因為我們都生而為人 對 因為這個不是只有這樣而已 他未來還有更多的苦 哪怕甚至是伸出元首要不要 要啊 要啊 你看苦靈啊 講得出這種話來 已經不再值得我尊敬了 這都是人命 我那時候跑巴巴水災回來 因為那個地方 環境治不好的 就像現在這個樣子 你看喔 你看那個第二張圖 第一張圖是 看起來像那個復仇者聯盟 打過 被浩克摧毀過 下面那張是乾了以後 水退了 水退以後是最可怕的 那個上面的這些泥泥 你知道從上游或者水 帶下來的細菌會有多少 我不曉得我還能不能找到 當年跑巴巴水災的一些畫面 我跟你講我後來佩軒 我的手啊 我的手全身的皮膚病 長達兩個半月 從來沒有好過 就是那兩個半月 我都一直被皮膚病所苦 來 這個就是我們那個時候 跑新聞的畫面 這個什麼 巴巴水災 這個是在那個SNG 我們把SNG拆出去嘛 然後這是架子下面 然後這個都是攝影器材 這是SNG導播 然後再做那個操控那個有沒有 盤子 衛星 這個就是我 這個就是我 那時候我們都在下面 然後你看這些都是我們的設備 有沒有 你看 這是我們 你看這樣子的環境之下 因為每天暴露在這種環境 踩在地上 你腳會泡在水裡面 腳泡在水裡面 我跟你講回來兩個半月 我擦藥擦不完 我這時候年輕喔 抵抗力OK喔 請問一下鄭州這些咧 但是整片都是耶 我們難道不應該這時候 給一點消炎藥或者物資 簡單的都好 我覺得那個是人之常情 你都不會對他們 有一點點的悲謀 勝負是一句鼓勵跟打氣 然後你躲在後面 然後把所有人拉 你早就講 做這種小人之劍的那種事情 我覺得真的不夠大格調啦 我覺得黃孟凱 比他格調大得多 對 我們現在加入我們的海報 還是國民黨立委 你把我來跟他比的話 然後我覺得這樣子 對我是個侮辱 是個侮辱 莫煞的侮辱 是不是 沒有辦法接受 不好意思 抱歉 彭孟凱應該跟蘇貞 其實我覺得友誌哥 剛剛講得非常的對喔 而且我們先講 友誌哥你剛剛是拿 這一個兩性作家來比較嘛 對不對 我說真的 兩性作家可能他過去 十幾二十年前有這些作品 但是可能現在比較年輕一點的朋友 現在看YT的朋友 也許你已經沒有看過他的作品 你只知道說他就是常常上政論節目的一個名嘴 但是目前我只講 看到鄭州那麼嚴重的一個水災 跟那麼大的一個災情 統統都是人 白白都是人啊 你最基本最基本的悲天憫人 最基本的人同此心心同之力 最基本的感同身受 如果都沒有的話 我真的覺得這樣已經是不配當成是一個人啦 因為更重要的是我們也要說 不要再講這種人邪的話 如果有任何的網友在人家 現在這種水患 現在這種水災的任何的留言板或是影片或是視頻 你下面還在酸言酸語或是什麼 不要讓我看見 每看見一次我罵一次 每看見一次我批評一次 因為你已經不配 真的是不配當一個人 我們先講啊 剛剛有次哥有講到是說 看到這些這幾天剛剛的影片 我昨天也是 我昨天晚上8點多9點多 我回到家跟我太太兩個人在沙發上的時候 我們就在看那個新聞畫面 我又看到兩個新聞畫面 我真的沒有辦法接受 第一是也是一樣是父母親 他們帶著一個差不多四五歲的小男孩 那個小男孩他們說他們躲在 應該是他們的市政府的前面廣場 因為那裡相對比較高 然後他們就指著前面是說 那邊比較低那邊都還是水 小朋友動都不敢動 小朋友不敢離開那裡 他們已經差不多一兩天沒有合眼了 因為小朋友說想到下雨那個時候 大水的畫面他們都會擔心 我覺得你看到那小朋友四五歲的小男孩 他是不敢合眼的 然後也不敢離開那塊空地 因為那塊空地是相對比較高的地方 沒有淹水那其他地方是淹水的 而且因為千年難得一見的大雨 下完之後 現在目前還沒有這個水還沒有鬆血 也因此我們就看到 這一個父母他照顧那個小男孩的畫面 還有另外一個畫面是 鄭州他們剛好那個列車要開出去 沒想到當天遇到那個洪水 那一台車說在外面停留了40個小時 你要想那台車上面沒有飲水沒有食物 沒有任何的一些設備 因為它就是一個大眾運輸工具 但它停在外面40個小時之後再回來 當車上的乘客40個小時之後被救出來的時候 他們感謝那一些救護人員 感謝那些救災人員 並且講是說他們在度過 在列車裡面度過最難熬的人生 最艱困的40個小時的時候 我覺得我們都有一個同理心 都覺得是說我們要共同的伸出援手 所以這件事情真的是考驗 我覺得不分藍綠 不分黨派 不分任何國籍 今天看到這樣的一個畫面 我們都應該用我們最多的熱忱 跟最多的關懷 好好的去人道關懷一下 如果說現在還有這種網友故意在批評 甚至像剛剛有資哥講這種兩性作家 很抱歉我真的必須講一句 不配當作是一個人